各位同学 因为我的电脑日前故障了 所以我重新买了一台阿速的一个平价型的电脑 因为它的摄影镜头比上一代好一点 我想我试着去做做看一些视讯 是不是有办法这么一个简单的配备 可以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一下我谈一下这几天的感想 这个礼拜天呢 因为我要准备运农的婚室 所以我整理了三楼的 主要是三楼的内务 发觉父亲在民国82年 他给了我在当时35岁左右的一个生日 的一个自家格言的书法 他引用的是郑国凡的一段话 这段话其实我在早年一直感冥在心 那么这次育农33岁要结婚 其实对我来说内心感触很多 主要是对应了父亲当时对我的 其勉 这是一段很长的一个 儿子的成长过程 也对应了回照照应了我自己在这方面 在家庭所担负的角色跟任务 那么今天在回忆爸爸的这样的一个 曾国凡的家书 我觉得育农是大致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想如果有机会我会告诉他 用一种比较好的方式来告诉这一代的年轻人 类似像曾国藩这样的一个自家格言 一个儒家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信念 我想还是有必要让我传达给他们 我讲到这个地方当然是 也有很多自己的对照的感触 那么在星期天下午的时候 因为天气很好 阳光也露了眼 所以我大概三点半左右呢 就去了一趟毛罗西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礼拜没去 发觉沿路上的草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蝴蝶 有三三两两的在那边飞翔 我觉得那是一种大自然给予生命的一种宝贵的法则 虽然蝴蝶的生命短暂而美丽 就让我们想到人类这样的一个物种 在宇宙星辰中的一个角色跟地位 确实是跟万物不太一样的 其实毛罗西派也有不少这样的生物 所以我当时在走的时候 因为视野大概是人烟不多 所以我感触也相当的多很多 大家还看到一些毛罗西常见的一些 这个白鹿丝 偶而是矗粒而落单的 在觅食或者在等候等等的 而在因为春节的关系 那个毛罗西青春桥下的那个花圃的幼苗 在日前整理之后呢 也很快的就长成了一片绿意 我感觉2020年就这样子过去 我回顾去年的时候 也是我这样子的来到毛罗毛罗西 那么这样子一年就过去了 其实我这一年来毛罗西的次数非常多 多到我有点没有办法计算 这个对我的身体开刀之后 其实我想应该帮助很大 至少我不用面对素作 面对电脑 我可以有更另外的一个 比较空旷的自然环境 能够调节我自己放慢生活的步调 那么饮食或者是睡眠也好了很多 这个对我的身体应该是有帮助 那我感觉2020年也是一个巨大变化的一个关键的一年 那我也有预感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会来到全世界来看的话 但是那天我走完快前程的时候已经快了五点了 所以天色已经暗了 所以我突然有感觉春天好像也似乎不远了 而且现在昼夜的对比慢慢慢慢的你可以感觉 那个摆昼慢慢的又拉长 黑夜又慢慢的缩短 这是四季的变化 大自然到现在 所有人都会受到四季的法则的变化 你的一生 一个生命体也一样 是一个历程 最后我就寻着情人巧下反规 并且在连结两岸的铁板上 我当下录了一段360度的环境的一个摄影 我发觉那是那趟去摩洛西最有感受新鲜 以及创意浪漫的体验 那么很可惜 因为两个小时的摩洛西对我来说 也只能说是来去匆匆 我很想放慢脚步 或者有更多的时间在 敞扬在摩洛西盼 或者吹风 或者慢走 或者深思 可以更慢 可以更慢 但是我因为我还有很多事 所以我最多就两个小时 两个半小时去走一趟 所以固然慢走 摩洛西给我一种生活的安示 以及一种惬意 但是好像我感觉 还不如我们回到自己内心深处 可以不停地涌现 那样的一种极光片语 好像固然可以说 生命是一种 近乎缘起缘灭的无常之感 因为变动不拘 确实是更加明显 但是我宁可愿意相信 那是一种圆圆相续 那是一种圆圆相续 生生不息的一种流光 这是我今天 先讲这一段 我在猫洛西的一个感触 希望给同学做一个小小的参考 这是我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在日常会难投生活中的一个生活方式 谢谢